约前,刘德华一家三口结束了在布拉格的旅行,全家人匆匆反党现身机场。 6月初,刘德华的爱女刘相,会中幼儿园毕业了。 刘德华与老婆朱丽切亦有现身毕业典礼为女儿称唱。 除此之外,刘德华还为爱女准备了温馨的毕业旅行。 7月底,一家人低调从香港出发到布拉格旅行,刘德华也暂时放下工作,陪女儿玩了大半个月才回港。 十足二十四小好爸爸,十年五十七岁的刘德华,六年前升级做爸爸,整个人由男神变身重远狂漠。 离开机场时,不忘牵着女儿的手一起走,坐了这么久的飞机,看得出来刘德华与朱丽切都很是疲惫。 唯独女儿留下会还是那么的精力满满,一路蹦蹦跳跳,十分俏皮可爱。 早前,刘德华爱女被拍到与妈妈现身中环某诊所,打针,一段时间不见,刘德华的爱女长高了不少。 一身皮衣和碎花裙的打扮时尚过人,比爸爸还有大明星的风范。 刘德华十分爱惜女儿,但绝不放纵她有公主病,虽然是只紧后牵着女儿的手不放,在女儿身上仍然背着自己的粉色大书包。 作为家长的刘德华并未帮女儿背书包,旁边的佣人姐姐也没有帮忙拿,从小就培养女儿独立的人格,自己的事情自己完成。 一个细节便看出刘德华是好家长,早前传出怀二胎消息的朱丽切,经历了长途旅行后,经不起活泼的女儿完了,便独自一人快步走在前头,似乎想快点上车回家,休息,聚息。 刘德华早几年就在布拉格买了房子,方便跟老婆和女儿度假。 如今女儿长大了,一家人亲自旅行的想法也可以实现了,一家人温馨出游的画面真是现傻旁人,本门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